制作ItemsFriendly的MP4视频 那什么是ItemsFriendly的视频呢 这是我自己给它起的一个名字 也就是说你这个MP4文件又有多声道 又有环绕声 又有封面 又有介绍 反正就是和正版一样 那说的好听一点呢 叫ItemsFriendly 那说的不好听一点呢 就叫精装盗版 那么首先呢 我们得去下载这些电影文件 然后这些电影文件呢 我推荐你下载高码率的这种MKV的文件 那为什么不去直接下MP4文件呢 因为很多字幕组都把MP4定位在一个低分辨率的 小码率的这种不清晰的这种方式来放出来 所以说你下载下来的MP4都是小码率不清晰的 那么我推荐你下载H.264编码的MKV的文件 然后再把它转成MP4的这种封装格式 那么你下载下来的这些文件呢 最好是3到4G左右 然后你再去自己网上找字幕 我比如说我现在去射手网找这个样力文件 这个样力电影是呢叫做Oz the Great and Powerful 我现在搜索Oz the Great 然后去找一个字幕文件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Subwrap的 也就是SRT字幕 然后我就下载这个SRT字幕 然后呢由于大多数人用的是中文的Windows 所以他不会遇到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中文乱码的问题 因为你在中文Windows上显示大多数的这种字幕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你一旦移动到这个Mac上或者是手机上或者安卓上或者是OSX上 只要你的语言不是中文或者是怎么样 反正很容易出现乱码 就像这样 那怎么才能搞定这个乱码呢 那就是你必须用一个比较好的文本编辑器打开 比如说这个TestWaller 打开之后你要把它改成那个编码方式 要把它改成UTF-8的编码方式 而且是最好是withbond 一旦改完UTF-8withbond之后 不管你这个文件传到英文系统上 还是传到日文系统上 还是传到Mac上 还是传到Windows上 还是传到Linux上 不管你到哪都不会乱码 所以请大家务必下完字幕之后 检查这个字幕是不是UTF-8编码的 如果不是的话把它改成UTF-8编码 这样的话你字幕放到哪都不会乱码 然后我们保存完UTF-8save 这个不但对中文字幕有效 对这种非英文的 比如说日文啊 韩文啊这种字幕都是有效的 你看到不是英文的字幕 就把它改成UTF-8是不会错的 然后呢我们就打开这个格式 就是这个封装格式转换器 叫做MP4Tools 它虽然也可以转换视频格式 但是我们不是用来 让它去转换视频格式 而是转换封装格式 也就是你一碗饭一碗菜倒到另外一个碗里去 而不是重新把这个饭做一遍 我们看到有两根轨道 一根video 一根音频 一根视频 视频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是HDR64 那么我们就在下面选PASS THROUGH 这个Audio呢也是符合要求的 是AC3 6000这个六声道的 但是呢这个六声道只有Apple TV可以用 你的那个iPad iPhone都不能用 所以我这家里加一个 Add two channel track 就是一个两声道的AAC 这个两声道的AAC就是给你的iPhone iPad用的 或者是你的这个Mac或者PG上的Items 然后这个转换加一个两channel的AAC 和一个转换这个封装格式的这个过程就开始了 然后因为我现在在录像 所以这个硬盘转的比较慢 再加上这CPU一边录像一边编码HDR64 所以也是很挺慢的 整个的转换封装格式加上这个这个 转换AC3到一个 增加一个两声道的AAC的音频的这个过程 一共用了15分钟 如果我不录像的话 应该会快一点 这个视频文件总共是3点3点多个G吧 然后完成之后我们就关掉这个MP4Tools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以N4V结尾的NP4文件 然后它的这个视频的质量和这个AC3多声道音频的质量 和原来那个MKV是一模一样的 不会有任何损失 因为你压根都没有去改它的这个编码 只是改了外面这个壳而已 那我们现在得到了这个M4V结尾的这个MP4文件 但是呢 就是说我不太喜欢让它是扩展名叫M4V 所以我还是把它改成叫MP4 那完成之后呢 这个MP4就做完了 这个MP4呢 已经可以被i10s啊 或者iPhone iPad Apple TV直接播放 甚至你把它扔到PS3或360 或者任何MP4播放器上都能播放 兼容性轻毫无比 但问题是这个MP4只是一个普通的MP4 它并不是我说的这种i10s friendly的MP4 你看它扔进去之后不会出现在movie这个部分里面 啊 这个录像的时候有点问题了 我把那i10s从i10s top1拽回来 好了 这个i10s已经拽回来了 然后你看到这个MP4拽进去是一个没有封面的 也没有名字的也没有tag的一个很丑陋的一个MP4 而且是出现在home video里面 而不是你的这个movie的里面 那我们把它删掉 那么今天的主角就要开始出场了 啊 我再拽一遍 它还是出现在home video里面 是一个没有名字没有只有一个文件名的一个 也没有封面 封面是生成的 你看一下这些我以前做的啊 是你这种friendly的也就是精装盗版的这种 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是吧 那我把它删掉 然后我们就开启一个叫做subler的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呢 主要的功能就是用来加封面 加信息 加字幕的 打开这subler呢 你看到有三根轨道 一根是原始的视频 一根是原始的音频 多 那五点一声道的AC3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后来加的一个两声道的AAC 那这前面三个勾呢 你不要全打 你只打那个默认的轨道 也就是说 一个视频文件 默认的轨道 也就一个视频 一个音频 不要再打其他的勾了 你可以再打一个字幕的一个轨道 总之你不能全部把它打上 全部把它打上之后呢 你如果用apple tv在功放上放的话 这个会有问题 这是我自己试出来的 我现在默认轨道打了一个video 一个audio 一个subtitle 字幕文件 然后按command s save save完成之后呢 这个就有了这个 字幕 但是现在这个也没有封面 也没有介绍 那么我们按那个放大镜 在这里这个movietitle里输入这个电影的原名啊 不要去输什么中文名 输原名 os the great and powerful 然后 就能搜到了 然后add 然后选择一个封面 那一般第一个封面是英文的 第二个封面可能是其他文字的 什么西班牙文德文之类的 嗯 好了 那现在所有的tag已经就绪了 那我自己想到的 唯一的一个要手工添加的tag 就是 一个叫sort name的一个tag 那这个sort name和name有什么区别呢 name就是这个 电影的名字了 sort name是指就是说 排序名 比如说你下了蝙蝠下1 蝙蝠下2 蝙蝠下3 是吧 但其实蝙蝠下1 可能叫做什么battleman begins 什么蝙蝠下2 就就就不是叫这个名字了 反正不是123排下来的 所以说你可能希望蝙蝠下123 你想象中的这个名字是排在一起的 但是实际上 你人到items里面确实分开的 所以你就自己给他加个排序名字 比如就叫做蝙蝠下1 蝙蝠下2 蝙蝠下3 虽然他的真正名字是不同的 但是他排序的时候是排在一起的 然后Other settings里面把media看的选成movie 然后HD选成当前这个影片的这个 的魅力就行了 然后这个content rating的话 因为你不是歌 如果你是歌的话 你可以选择clean或者explet explet就是有脏话之类的 那好了 save完之后 你看到这个文件上都有这个封面了 然后你再把这文件拽到items里去 拽进去之后 你发现就就不会出现在home video里面了 而是出现在正规的这个movie这个地方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做的这个精装盗版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要补充一下 就是叫chapter 这chapter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章节 然后你做一个txt文件 那当然这个txt文件最好还是utf8的 因为如果你写中文的话 你认进去 极有可能是乱码 一定要把它改成utf8的就不乱码 然后就是时间空格 然后后面章节名称就行了 存为一个txt文件 然后我们用sublar去编辑这个mp4 然后把章节文件呢 拖入这个mp4command ssave 虽然呢这个章节文件是我自己瞎做的 但是呢其实很有用 因为你比如说你在apple tv上看的时候呢 你快进你可能要快进好长好长时间 如果你有章节的话 你可以直接跳来跳去 就算这个章节名字是乱起的 但是你至少可以直接跳到中间 或直接跳到结尾 用不着拼命的快进 然后章节有了之后呢 这个系统会自动生成这些这个预览 好了 那么这个介绍就到此为止了 下一个视频呢 就会告诉你怎么制作这个tv show 也就是电视剧